韓宗玩什麼好呢? 最近推出的企劃團體SUD3聲勢超強大 而在1號播出的最新一集 RUN大方談及愛妻金太希 沒想到內容確實超搞笑 一開始是李笑莉提到金太希最近拍攝的新廣告 RUN接著表示有報導指出 該者廣告似乎是抄襲了她最近翻紅的逆行曲杠 於是RUN搞笑回應她正在考慮是否要採取法律途徑 李笑莉則笑她怎麼能對妻子採取法律行動呢 讓RUN急忙更正並不是要對妻子採取法律行動 而是廣告商用了歌曲概念也不先告知一下 還無奈笑說妻子金太希竟然完全沒看出來 像個傻瓜一樣傻傻照作了 一旁的在喜漢笑莉提而忍不住笑說 所以金太希是傻瓜 但又緊張否認不是這個意思 請不要把這段播出去 讓網友都爆笑表示 看起來霸氣的高顏值夫妻檔 私下真是太可愛了啦